中文字幕志愿者 而彭祖是中国长寿代表 据说彭祖活了八百余年 但依旧不能跟大春相比 人的寿命如同 哥德巴赫猜想 没有人能够完成推算出人的真正极限寿命 不过上古的人都是十分长寿 《皇帝内经》又记载 于文上古之人 春秋皆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 在生物学当中 人的寿命是跟细胞分裂有关 一旦细胞老化 就会衰老 而促成人死亡的是大脑 在医学当中 只有脑死亡 才会被认定为真正的死亡 脑死亡的概念 是1968年 在第二十二届世界医学大会上 美国哈佛医学院 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 脑功能不可逆转性丧失 作为新的死亡标准 并制定了世界第一个脑死亡的诊断标准 但是脑部是人类最神秘的地方 大脑一直都是自然界一个 未解之谜 就算是脑死亡 也不一定证明人类会真正的死亡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女子威尔玛托马斯 因为心脏病发作 心脏接连三次停止跳动 并在17个小时内 大脑没有任何脑电波活动 医生宣告她已经死亡 拔掉了生命维持系统 然而就在她 死亡后十分钟 她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对于死而复生 威尔玛托马斯表示 并没有任何记忆 但她的身体已经康复了 威尔玛托马斯 死而复活并不是个例 即便是脑死亡 也有许多人 复活 人类进入脑科学 才短短几十年 对于大脑的了解 还置之甚少 赫斯林顿大脑 更是大脑当中的一个谜题 人类将自己称为地球上 唯一的智慧生命 而人类引以为豪的智慧 则来自于大脑 如果说心脏为人类提供了生命 那么大脑对人类的重要性 不亚于心脏 它为人类提供了智慧 虽然大脑很重要 但它也极其脆弱 比如平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可能就会有脑震荡 可以说是人类身体各个部分中最为脆弱的 然而在世界上有这么一颗大脑 居然存活了2600年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要追溯到2008年8月 来自英国的考古人员 在伦敦200英里外的村落中 发现了一处遗址 最开始 这处遗址 并没有引起来考古人员的过多注意 这处遗址里面存在着大量积水 在考古人员清理积水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坚硬物体 最初判定为陪葬品 但将这个物品送去检测后 考古人员这才知道 原来是科来自于2600年前的人类大脑 并且大脑中存在着黄色的不明物质 随后 科学家将其命名为赫斯林顿大脑 对黄色物质进一步开展研究活动 相关检测结果表明 那团黄色物质其实就是大脑的脑组织 大概是800多种蛋白质的聚集体 赫斯林顿大脑虽然经过了2600年的时间 但是脑组织依旧保存完好 只是比正常大脑的脑组织体积缩小了一点 因此 一些科学家惊叹 这个大脑还活着 注意 这里说的活着 是指大脑还保存有完好的结构 而不是说它还能进行相关的生命活动 比如信息传递 感知等 清除了这颗大脑头上的各种异物后 科学家甚至还能清楚地看见 这颗大脑上面的纹路和沟壑 以及一些头骨断裂的伤痕 初步判断这些伤痕 是由于大脑的主人遭受到了斩首 或者别的酷刑 导致尸首分离 但科学家 关于脑组织为何会保存完好的原因 却没有钉点头绪 世界上任何生物死亡后 虚体都会腐烂 人类也不例外 并且大脑是最先分解完成的器官 因为大脑主要是有80%以上的水分和诸多脂肪构建的 这些成分是最容易被分解的 根据科学家进行的相关实验 人类的大脑最快五年 最慢十年就会被分解成赤裸裸的颅骨 而这颗大脑在被斩断之后 并没有人对其进行妥善保管 很容易就被外界的细菌微生物腐蚀 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森森白骨 科学家甚至还模拟了相关实验 最后也证明 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人类大脑会更加脆弱 腐烂速度会更快 那赫斯林顿大脑是怎么做到不腐烂的呢 经过十年的漫长研究 科学家终于稍微有了眉目 那就是蛋白质聚集 这种大脑蛋白质聚集情况 被医学界称为紧密折叠蛋白质醋 在以前 关于蛋白质聚集 医学界只观测到了错误折叠蛋白质结构 尚未发现这种聚集情况 错误折叠蛋白质结构 属于紧密折叠蛋白质醋的一种 它导致人类有较高几率 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或者帕金森氏症 虽然蛋白质聚集对人类不友好 却意外使这个大脑存在了2600年 在赫斯林顿大脑的脑组织中 科学家发现 部分知识神经和脑细胞 结构蛋白质 紧密地聚集在一起 这种紧密折叠蛋白质醋的形成 会使脑组织结构趋于稳定 也更加不容易分解 不过也有科学家对此持反对态度 他们认为 就算部分神经和脑细胞 结构蛋白质 可以紧密聚集在一起 缓解分解速度 那也绝对不可能将分解过程 延缓2600年 2600年大概是多长的时间呢 从秦始皇建立秦朝 到如今2022年 也不过才2200多年的时间 2600年是个极大的时间跨度 足够从我国从战国时期 变成新中国了 因此 这些科学家说的也不无道理 他们认为 赫斯林顿大脑 凭借自身 是不可能保存那么完整的 一定还有外界因素的作用 对最初发现大脑的地方 进行细致的观测和研究 最后得出结论 当地的环境造就了它 那处遗迹 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并且内部环境寒冷 而大脑所处的深坑中充满了积水 这种环境可以有效抑制 大脑的自然分解速度 不过这种说法也遭到了质疑 因为周围环境温度再低 也不可能降到零度 微生物的分解速度再慢 也不可能2600年的时间 还没分解完成 也有人提出抑制自体溶解的猜测 自体溶解是指人类死亡后 身体各部分会利用酶物质进行化学反应 从而加速身体腐烂的速度 而酸性化合物可以抑制分解进程 因此他们推测 可能是大脑外部存在某种酸性物质 这种物质进入大脑后 就抑制了大脑分解进程 但这种说法也有些站不住脚 因为科学家并未在大脑中 或者大脑存在的周遭环境中 发现任何酸性物质的踪影 至于赫斯林顿大脑 到底为什么经过2600年的光阴 依旧完好如初 科学家目前只给出了这几种猜测 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明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会解开这个谜题 赫斯林顿大脑 之所以受到科学家的重视 不仅仅是因为它历经2600年 依旧保存完好 还因为赫斯林顿大脑 对当地生物学、医学、脑科学等领域 具有重大研究意义 科学家声称 这颗大脑有助于医学界 攻破二次海默石症 帕金森氏症等医学难题 因为目前对这些病症形成的原因 主要归结于错误折叠蛋白 如果科学家可以弄明白 赫斯林顿大脑紧密折叠蛋白醋和错误折叠蛋白的之间的差别 或许人类可以消灭 人类可以消灭阿尔茨海默石症等诸多疾病 英国伦敦大学的神经学家阿克赛尔佩佐德对此解释道 大脑中存在的主要突变会造成蛋白质聚集 形成折叠结构 这些变化会导致人类患病 而这颗大脑虽然发生了蛋白质聚集 但科学家并未发现有相关疾病存在的迹象 科学家花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终于使赫斯林顿大脑的脑组织状态稳定下来 然后他们就紧锣密鼓地运用各种科学手段对其进行研究 很快 英国研究人员在英国皇家学会界面杂志上宣称 成员通过使用聚焦电子光束 对赫斯林顿大脑进行观察 发现这些蛋白质居然恢复了正常活性特征 这无疑是个重大发现 同时他们也发现 赫斯林顿大脑表面没有毛发的存在 面部皮肤和其他一些软组织也没有存在迹象 这让科学家有些困惑不解 另外 通过对头骨进行放射星探测定 研究人员确定 这是来自公元前673年 公元前482年期间的男性大脑 是在身体各个部分分解完成后才保存下来的 也没有发现人工保存的痕迹 不过赫斯林顿大脑的DNA保存情况很差劲 没有办法获得有关DNA方面的更多信息 而这些新发现 越加让科学家摸不着头脑 赫斯林顿大脑更加神秘起来 或许要将这颗大脑的所有谜题解开 还需要科学家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虽然人类已经掌握了较高的科学技术 但自然界中依旧充满着许多谜团 哪怕是人类天天使用的大脑 科学家也无法对大脑的运行机制等问题 给出详细的解释分析 不过我们也要对人类的智慧有信心 只要科学还在进步 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更多的答案 进一步了解人类自身 也进一步了解大自然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